重點是什麼 這台車 女用一手車 就這樣一句話 你想賣多少錢 實際的夢想其實不難 歡迎來到夢奇飛國際汽車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阿勳 專門收購你的愛車 那阿勤你知道我們今天來這裡幹嘛 不知道這裡要幹嘛 唉唷 你有沒有看到我身後 哇 好窄耶 今天我們要收購一台車子 那也不能說是收車啦 今天收車的這位是我們自家的老闆 是我自己心中非常敬仰的一位人 哇他完全就是我的偶像 那我們就廢話不多說 我們直接去車庫看他的車吧 走 OK那我現在來到這個高級駐台的地下室 然後看這裡停滿了所有的豪車 今天我們要收這台車 我們就先請我們外匯車界 最美的伴娘進場好不好 來我們歡迎 歡迎車主 那琪姐問一下 妳當初啊 為什麼會想要買這台車 其實我當初買這台車的時候 妳聽到妳聽到妳聽到 不好意思 其實當初買這台車的時候呢 因為我還沒有開始賣車 所以那時候我就是在講說 我要嘛就是買全新的國產車 要嘛就是買進口 然後中古車這樣 可是因為我家人就是你知道嗎 極力反抗女生開進口車這件事情 可能是家人有時候會覺得年紀輕輕開這麼好的車幹嘛 對他們會覺得我的工作還是我的周遭不需要用到進口車 所以他們那時候就是一直反對我買進口車這件事情 我記得2017年不是有分三個版本嗎 我記得是V還有VTi跟VTiS 那妳自己這一台妳是買 喔對這台的話我就是買VTiS的 妳是買最高階的版本 對因為那時候我就想說不能買進口車 那我就乾脆 所以當初其實國產就是直接鎖定了這台Honda CP 沒有欸我那時候有去比了三個牌子 就是一個就是Nissan的 然後跟Toyota 還有這個 其實它的外型這樣看起來也是算年輕 還好吧 我自己看啦我覺得這個外型 我覺得年輕人可能會很喜歡 然後都會拿來改就像K12那種一樣 蛤我還覺得它可能比K12好一些 就是因為它後來有改良過 沒有像K12做那麼翻型的感覺 他們以前的車是比較屬於比較翻的感覺 可是這台其實做的感覺比較 沒有那麼的流線感比較好啦 我個人覺得 其實它在這一代改款的時候 我覺得它整個外型 就是有加一些零零角角 看起來就不會這麼圓潤 對對對 所以妳當初會選這台車的原因是什麼 就是因為它內裝好看啊 就是單純內裝好看的 對因為它內裝那時候螢幕很多 像像Vios什麼 它們的螢幕都小小的 然後它的螢幕就很大 然後就是按的按鍵也是觸控的 就覺得哇 這個感覺好像比較現代一點 妳這台車目前保養的話 妳都有大概幾公里去保養 我都比較勤勞 我大概都5000公里就會保養一次 妳都回原廠 沒有耶 我前一年是回原廠 然後後面我發現原廠的保養 其實有一點 以外面的貴蠻多的 因為其實原廠它都會加一點工錢 它們的人工很貴 像妳這樣小保養一次的話 大概多少錢 我小保養一次大概 現在在外面保養 大概是3000內 對就大概2700 2800這樣子 那如果像大保養的話呢 大保養我記得好像也差不多 都5000多塊吧 5000多塊 對啊 因為大保養要很久才做一次啊 所以我有點慢急了 所以其實相對國產來講 保養什麼的 其實會來的比進口車還要便宜很多 其實我覺得是會比較便宜 可是妳在行駛的過程 還有那種享受的感覺 就是完全會不一樣 它的好處就是很省油 對 還可以省稅金 對 稅金很省 對 因為它剛好卡在1.8以下 我覺得缺點就是 車子如果在行駛快速的時候 因為我來開快車嘛 我有時候高速公路 可能就是妳只好會看到一... 蛤... 對... 對... 教壞觀眾朋友耶 反正就是我覺得如果 如果國產車你要開那麼快的話 它的穩定度是沒有這麼好 那妳當初買這台有選配什麼 還是其實它這台頂規的 什麼該有的都有 沒有耶 其實那時候我是有選配 我選配的前車雷達 所以妳就前車雷達還是選... 對啊 對 這是選配的 所以16年那時候雷達還是要選... 他們只有後車雷達 所以沒有前車雷達 對 沒有前車雷達 那妳那時候這組當初選多少錢 我真的忘記了 我記得好像也沒有到很便宜 其實那時候是因為我想說 要跟我妹一起開這台車 啊我妹技術沒那麼好 啊哈哈... 啊哈哈... 所以她就叫我選配了這個東西 所以我就選配了它 然後我... 剛剛那個記得剪進去喔 OK 為什麼啊 這對兄妹平常可能... 感情都是撞出來 所以... 我還有選配那個自動頭燈 妳... 自動頭燈也是選的 對 可是自動頭燈很瞎 可是... 欸 這顆它不是乳素燈泡 對 它是乳素燈泡 可是它有一個 它可以選自動頭燈 它自動頭燈就是會另外加裝在 裡面那裡有一個感應器 它就是從打門玻璃那邊感應 到你的天氣變暗了 它就會自動開燈 它那個是加裝的 可是他們原廠是跟我講是 他們選配的 可是我後面發現 我個人覺得好像是 他們那個業務去外面 自己裝的 妳說他自己去外面找廠商 對 然後跟我講說是選配的 所以它其實也不是原廠的這樣 對 那個不是原廠的 對 因為我有去給人家看過 人家說它不是原廠的 就等於說業務可能就是 另外自己外包人家去裝這個東西 然後跟我報價 可能對 就自己賺一點零用錢這樣 那妳目前怎樣開下來啊 這台車有沒有維修到什麼 維修喔 對 基本上我是真的覺得沒有維修到什麼 沒有維修到什麼 就是消耗品該換的要換 然後保養該保養就保養 就這樣沒了 所以其實這五年下來 其實這台車 對 你是也滿滿意的這樣 對 其實我覺得它土散率是很高 其實沒有什麼東西壞掉 對啊 可是我在想是不是因為我都很準時保養 就是我五千我就去保養 因為很多人都說 國廠車其實大概一萬再去保養一次就好了 妳自己個人就是五千去保養 對 我都是五千 就是車子比較不會出問題啦 所以妳目前這台車就是確定要賣掉 對啊 我賣掉 然後要換什麼車 不知道 先給 還不知道嗎 沒有啦 我有考慮啦 可是還在做抉症 因為現在 因為其實我原本是 可以講我要換什麼車嗎 不然這樣好 妳給觀眾一點提示 就是我本來是想換BMW的 然後是M系列的 M系列 瑪莉幾匹 我還真的不知道欸 我純粹只是因為覺得 就是它也是煩車 所以我就喜歡 那如果觀眾很好奇什麼車 記得持續關注我們啦 那之後如果我換車的時候 我還是會拍攝影片啦 對 我們會再拍一下 因為我的那個車現在也還沒有找到 就是因為我想要找的年份 然後跟里程都不太符合 不然有一些就是可能引擎蓋有換過什麼的 你知道M系列很多人會去改引擎蓋嗎 對 其實會買M系列大概都會改吧 對 可是我就不是很想要買有換引擎蓋的那一種車 你想要原汁原味 對 我想要原廠 然後我可能自己回來 我再去做一些 再去改裝一些外觀的東西 可是不要動到板件這樣子 那你這台車有發生過什麼 就是之前這台車 因為其實像這台車 像外面大家在賣大概都 我自己有查過 大概是賣在38萬左右 對 我自己是想說賣在30萬 因為我之前後面就是有被裝過 後面有裝過 現在是修好的狀態嗎 現在是修好的狀態 還是我們去後面看一下 可以啊 可是前幾天又不小心A到了消防霜 有A到消防霜 沒關係 我們看一下 所以當初 那個時候用A到消防霜 可是這個還好 明天我就去修理 所以當初是你停紅燈的時候 人家從你屁股A下去 對 當初停紅燈的時候 剛好那個媽媽就從我後面鑽上去 那時候去給人家看的時候 她是說後面後備箱的位置有受損的 可是因為後備箱那個位置 如果有受損的話 她基本上車子就不能認證了 車價一定就一定要便宜 那如果客人來的話她可以做保固嗎 如果沒有認證的話 我是要以我個人名義賣 我不是要以車3的名義去賣 對啊 因為這就是自售車 你如果我車子狀況 我都可以跟你講得很清楚 對啊 我們也可以一起去修理產 就是看我車子的狀況 因為我是覺得我車子完全是沒有問題 就是撞到後面那裡而已 所以你說保固我是不會給保固 反正因為當初這台車就是東西也沒有換 它就是原板件然後幫你修復到好這樣 對 它後備箱的位置它是沒有切過的 它只是把它拉回來而已 就是板件的位置 內鐵的位置把它拉正就這樣子而已 所以你目前自售就是賣30萬 對啊 那如果你對這台車真的有興趣 所以如果你能接受的話你再來 外面現在有沒有聽到 都是38萬起跳的 對 我們才賣30萬喔 重點是什麼 這台車 女用一手車 對 女用一手車沒有錯 有一個東西就是 假如說你現在跟我買這台車 然後你之後可能開了5年6年 你想要賣掉了 你就把車再拿回來賣我就好了 然後那些東西你也不去跟它計較 對啊 就是原本我自己受傷的那個位置 當然就沒差 可是如果你這5、6年自己可能有另外又賺到哪裡來 那就是你自己的問題 對啊 沒錯 對 如果真的要賣車可以再賣回來給我 我可以收回來 我們可以看一下車內 可以啊 可以啊 坐實在坐起來還算很舒服的 這台車我覺得它的後座空間很舒服 後座空間 對 因為像我平常回南部的時候 然後我爸開車載我們的時候 坐後座是超級舒服的 因為我記得它的車長好像有到4米4我記得 它算是小車裡面 內部空間比較大一點的 因為像我哥它是開GLA 那我們有坐過它的後座 它的後座椅子就是比較挺直 對 然後沒有那麼的舒服啦 我覺得是差蠻多的 對 還有我當初買它為什麼 最主要有一個原因是因為它有6顆安全氣欄 喔 它有6安 對 所以我才買它 對 然後有時候我記得好像 那時候它只有2安而已 對對對 然後那時候我就想說 哇 6安也太OK了吧 所以我那時候就買這台車 主要是這個原因 而且我記得兩台車好像價差 差不多 也差不多嘛 對 兩台車 因為那時候我看的車都是價錢差不多的 嗯 對 對啊 反正就是大概那個幾距你在找 對 你不覺得6安很屌嗎 我覺得6安很屌啊 對啊 其實光引擎什麼 我覺得就比它的對手來得好 非常非常多 對對對 因為它畢竟是給那些喜歡駕馭快感的人 而設計的車 應該是這樣講 對 然後你尤其是以安全性來講 我覺得它有提升的 對 蠻多的 就這樣一句話 你想賣多少錢 就30萬 30萬是不是 那目前這台車的話就是像你剛剛說的嗎 對 其實像這台車就是目前 它比較有問題的地方就是 後備箱那裡有矯正過 對 板件有矯正過 然後還有它的葉子板其實也有換過 那時候是當初是被摩托車卡到 然後我拿去出保險 然後莫名其妙 它就把我整個葉子板換掉了 所以當初它也沒有問題 它自己也幫你換掉 沒有 它們出保險就是 可以出多少就換多少 好 反正現在我們這台車就是瘦30萬啦 影片今天就要到這邊 那持續關注我們 那下次呢 小姐姐換了什麼車 我們也會拍一集跟你講 沒錯 然後喜歡影片歡迎訂閱 按讚 分享加 開啟小鈴鐺 那我們下次見 掰掰 我們下次見 拍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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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